只属于我们的位 陈小千一觉醒来 发现眼前还是紫睿等人 这让他瞬间懊恼不已 认为依旧是沉浸梦中 甚至怀疑是被韩硕更改剧本 当初想靠自杀回到现实世界 可如今没能成功 陈小千突然想到或许只有等到陈楚楚登上宝座 天门大看那一天他才能够回去 这就需要韩硕帮助陈楚楚登基 陈小千赶紧去找韩硕 这才知道韩硕已经被关入大牢里 陈小千跑去找城主要求释放韩硕 并且谎称自己已经怀有韩硕骨肉 城主气不成刚但到底还是不忍责备 索性让韩琪去告诉韩硕 只要他肯认下孩子就立马释放 韩硕顺利离开牢狱 知道孩子不是自己的 生气还不能发泄 只能怒目而视 陈小千还在旁边 劝说韩硕不要挑三拣四 将来孩子生出来又不跟着他的心事 韩硕想要伺机除掉陈小千怀中骨肉 子瑞在琉璃斩菜中动了手脚 按照花园城的规矩女主人吃饭 须得男妻伺候 陈小千吃得酣畅淋漓 把所有菜都端了上来 这让韩硕发现了几乎所有的菜都长得是一样 而且都用琉璃斩 韩硕瞪着身后的子瑞 心中忌气但却无可奈何 只好勤快的给陈小千把每道菜都夹了一遍 陈小千发现韩硕格外勤快 于是立刻想到剧本内容 当场先翻餐桌去找城主吃饭 城主因为考虑到陈小千怀孕 刚要他注意忌口 结果发现陈小千手臂上的手工杀 城主大怒 斥责陈小千为男人而毁掉清育 陈小千跪下请求陈主放过韩硕 甚至表示自己真心爱韩硕 城主只好叮嘱陈小千 看好韩硕不要心风作浪 陈小千觉得韩硕在身边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必须把韩硕推到陈楚楚身边 如此就能顺利走到大街局 所以打算让韩硕和陈楚楚 先来一个美女救英雄或者是英雄救美女 陈小千带着韩硕来到了邻居的妓院 面对眼前一众美男他毫不脸红的吹嘘 自己已经找到了好男人 决定要当众鄙视 苏木弹琴 韩硕舞剑 飞花满月美不胜收 就当陈小千还在焦急的等待陈楚楚到来之时 韩硕忽然挥剑刺向了陈小千 幸好陈楚楚及时飞升而至 不但挡住韩硕的剑 甚至斥责韩硕居然敢对陈小千动手 陈楚楚在打斗时扯快韩硕衣服 裴衡出面制止 陈小千当场愣住 裴衡是花园城第一美男子 家事才学都几乎是完美 他作为城中少女心中的偶像 之前也和陈千千有过婚约 可是到最后却不想陈千千记鬼婚 裴衡听闻前因后果 随即将陈小千叫到旁边训斥 责怪陈小千想取韩硕之后却不善待 甚至还将韩硕带来叫仿丝侮辱 陈小千忍不住落泪 声称自己也是孤苦伶仃 如履薄冰 是他太想回家才会出此下策 裴衡见陈小千哭个不停 一时之间不知所措